你知道光之国肉联场主任艾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艾斯奥特曼的实力到底处在什么层次吗 今天艾斯就给大家带来艾斯奥特曼的设定合集 艾斯奥特曼的名字为Ace 没错就是我们平时打牌的时候最大的那张牌 A间也是王牌 当初艾斯出场的时候就是以奥特兄弟的王牌身份出场的 在艾斯奥特曼的第一集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 艾斯被重心捧月般的放在这中间 而且艾斯当时打的怪兽可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怪兽种类 超兽 人家打的那叫怪兽他打的叫超兽是超级怪兽的简称 但奈何远古这个复兴汉移情别恋新人胜旧人啊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 后来说的泰罗凭借一个奥匈最强一直吻压艾斯一头 这一压就是半个世纪 看来再来一个世纪艾斯都别想翻身了 我大流在版本的加持下说不定哪天还是可以翻身的 不多说我们先看整体方面的设定 艾斯在设定上拥有着堪比一支战斗舰队的实力 也有比平美国第七舰队的战斗力 甚至还描绘过艾斯奥特曼和第七舰队的战斗 以艾斯的完胜告终 日本人对于第七舰队看来怕的不是一丁半点啊 看来那天天气预报播报最高温度两万度的日子 对于自来熟的日本人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笑的点赞啊 阿泽帮你跳沐鱼 艾斯身高40米 体重45000吨 万力14万吨 飞行速度20马赫 在宇宙中是光速飞行 如果全力飞行的话 甚至还可以超越光速 火力上堪比750架战斗力 其在奥特曼的形象和基础设定上参考了菩萨 艾斯是超越性别的存在 就像菩萨一样 还有这个设定呢 是平称时期的杰斯提斯 不过杰斯提斯是按照天使来设定的 因为菩萨没有性别 所以艾斯没有性别 因为天使没有性别 所以杰斯提斯也没有性别 艾斯用来表达超越性别的方式是 一男一女两个人体 而杰斯提斯用来表达超越性别的方式是 人间体为女 但变身为奥特曼之后的身陷为男性 艾斯的人间体为托江凯和男妻子 艾斯的女领体为北斗星司和男妻子 艾斯拥有着其他奥特兄弟两倍能量储备的设定 艾斯和其他奥特曼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其头部多了一个奥特之拱 可以用这个孔吸收太阳光 或者是等微子火花的能量 在设定上是拥有着多样技能的奥特战士 是左飞奥特曼解回来的孤儿 后来由奥特之父养大 是奥特之父最喜欢的养子 是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 都说艾斯光线天下无双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嘛 在艾斯奥特曼中 是非常大的 14万吨的万力设定 比泰家中的泰塔斯就少了一点点 这样艾斯便可以使出贯穿拳手刀等技能 轻松的斩杀怪兽 在格斗技方面 艾斯拥有着闪光手 一年剑还有八头等技能 比如在艾斯奥特曼的第29集 弟弟超兽吉特吉塔加 就是被艾斯奥特曼直接用头技摔死的 而贯穿拳则则是发生在艾斯奥特曼的第八集 这只叫做多拉格里的怪兽是真理惨吗 已经被一拳打穿腹部 逼死的情况之下 艾斯还补了一个艾斯之刃和一个梅塔利姆光线 真的是将多格里拉编尸之后 搓骨扬灰了 哥哥们现在情况紧急 把太阳阿斯特曼杀了吧 其实也不能怪艾斯 毕竟第七集他把艾斯打得可谈了 还导致人间挺男性子的生命垂危 贝斗这火气不直接大逼都给他活活打死 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 至于艾斯之刃这个技能 也有过两次的出场记录 第一次就是刚刚说的那只多格里拉被斩首 这一次出场艾斯的皮条演员 还秀了一波他的刀法 真帅呀 第二次就是在第25话中 斩下斯芬克斯的头部 本来是无败计的 但是在德塔二十集客串的时候 艾斯的艾斯之刃被超手巴拉巴一锤子打成了碎片 艾斯之刃在设定上是艾斯用奥特意念凝聚成的刀 艾斯除了可以使用奥特意念凝聚成刀 还可以使用奥特意念来强化他所持的任何道具 这招叫做刘切战术 在四十六话中艾斯使用此招强化了一棵树 并对戴达拉霍斯造成了大量伤害 第二次使用强化了一个铁塔 让铁塔可以直接与法伊亚星人的火箭对抗 艾斯除了武器战术很擅长之外 他的拳脚辜负也是非常了得 虽然没有固定的称呼 但是艾斯会使用闪光手这个技能 让双手发光 从而让拳击造成更高的伤害 艾斯曾经使用这一招在三十集中暴走雷德杰克 在四十一集中暴打狮子格朗 接下来别要到我们的重头戏了 艾斯奥特曼的光线技能到底有多强 在我们之前的作品中曾经排练过 艾斯奥特曼的所有技能 总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六十六种 目前和高四并列本来是六十五排第二的 但是在泽塔中艾斯释放了新技能指动环 让艾斯的技能数量上升到了六十六种 人家高四有那么多技能 完全是因为剧场满多啊 形态多啊 你艾斯就一个形态 怎么就会那么多技能的呀 还真的就是 没懂 你姿势随便买 放不住技能算我输 而且艾斯奥特曼的技能 还有好多是一些技术 断头刀系列所有技能 包括但不限于奥特断头刀 垂直断头刀 水瓶断头刀 十字断头刀 环形断头刀 环形断头刀 纠集断头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设定中 艾斯有着不下十种断头刀技能 目前释放出来的只有七种 不过每一种都是战功赫赫 在艾斯奥特曼TV中没吃过败仗 在设定中 断头刀的伤害是奥特圆盘人的数倍 而奥特圆盘人的伤害 七平八分光纹 而最高伤害的断头刀 也就是纠集断头刀 在设定中拥有着六倍以上的 梅塔利姆光线技能的威力 除此之外 艾斯奥特曼的其他光线技能 则是宇宙五重光 可以轻松的摧毁小行星 所以我们来整体总结一下 艾斯奥特曼是一个火力输出爆炸 近战技巧也过硬的全能战士 大家太过于关注艾斯的光线能力 忘记了艾斯的格斗能力也很强 就像大家太过于关注雷欧的格斗能力 而忘记了雷欧的光线能力一样 艾斯因其在光线方面的出众 再加上其可以随时以20马赫的速度飞行 其实完全可以称艾斯为 二星自走核弹轰炸机 冷知识 隔壁以速度文明的风马奥特曼 飞行速度才15马赫 目前艾斯应该是所有有数据的奥特曼里面 飞行速度最快的了 我估计任何非纠结奥的奥特曼 要是真的和艾斯奥特曼打起来 只能是被艾斯无限放风筝 活活技能轰炸而死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还想看谁的设定核心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